比特币已经跌破2万了 MESC可以享有非常多的新人福利之外 还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 视频下面我会把链接跟Telegram的链接都放上来 然后欢迎你们注册 然后通过我的链接注册MESC有一个好处 就是每笔交易都有九折的优惠 OK 然后比特币已经跌去我们意想不到的价格 之前比特币涨到最高马币差不多240,000马币 sorry 现在已经跌去了剩85,000 其实是我意想不到的价格 但是在其实在两三个月前 其实已经知道了比特币大概会跌到2万美金 这样子 但是我有更厉害的团队他们讲会去到万五美金 然后 我觉得会去到2万美金 已经达到了今天 所以今天在突然一根下去 突然一根下去 然后插破了 插破了2万美金 所以现在在 1万9美金 OK 然后我也果断的在这里 做多 大家 这是我的想法 但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你不要傻傻的梗 等一下突然来一根插针你爆仓的时候你来找我 不要来找我啊 OK 这是我自己的方式 因为我的想法是现在的情况 我就看他 不会应该不会再这样子直直的下去啊 他多多少少都会来一个回调吧 因为他到现在啊 你看哦 123完全没有回调 我觉得怎样都会回调吧 如果他不回的话 他不上去的话 我会到差不多12000的时候就止损了 所以我在这里开 开多的话 我去掉利润最去到 这里37,000的话 如果他回去37,000再砸下来的话 我在37,000的时候就差不多有一个90%的利润 OK 如果他从这个价格跌去12000的话 我的 亏损是差不多在40%左右 这样子40%对80%的话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交易 1比2的话 是做得过的 所以我选择做多 OK 我的想法是就是如果以 之前来讲啊 看到吗 之前你的牛 你的熊市来了哦 看到吗 看到这里18年了吗 OK 两座山下去 OK 然后他这里上来 然后才 长达 那么久 那么长时间的 什么熊市 OK 看到吗 所以我就是看他会不会 他现在已经跌 跌成这样子了吗 对啊 跌成 等一下 跌成这样子了吗 看到吗 两座山 然后跌成这样子了 两座山 然后我就看他会不会回来 如果他回来的话 就是可能37,000 37,000的时候就 果断的卖掉了 我就不相信他会 再形成多一座山 几乎不太可能了 就是可能上到这里 其实很多人就已经 在那边 解他还是什么了 OK 然后 其实呢 我在差不多 说 不懂大家有印象吗 其实 比特币会跌去两万 这样子的想法呢 其实在三个月前我已经是一直有在讲了 所以如果你们有发现到的话 之前我有一阵子的时候啊 比特币还在上的时候啊 我就一直讲哦 比特币会跌 我拍了很多比特币会跌的视频 看到吗 OK 所以我近期也有一直在讲说哦 比特币大概会跌到两万 大概跌到两万 然后果然真的跌到两万了 其实两万是我 最 最不好的打算 什么 最坏的打算 最坏的想法哦 没有想到真的是 打到了两万 所以我也果断的在两万这里 做多 然后 再两万做在这里没有万九 一九 差不多这里吧 一九六这样子做多 所以就看接下来呢 我会被爆 还是 老天会眷顾我 所以我们就尽情看 尽情的看下去 然后以太坊也是 OK 如果如果你要赚多一点的话 我个人觉得以太坊的利润会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近期以太坊跌得非常离谱 比比特币离谱太多了 比特币是从47,000 开始跌的嘛 我们的以太坊是从35,000开始跌的 已经跌的 差不多 七七十巴仙没有掉了 七八十巴仙没有掉了 哦 但是比特币还 才跌 现在我拿他20万来加47万 差不多五六十巴仙吧 但是以太坊已经跌差不多 七八十巴仙了 哦 非常的恐怖啊 我看一下有七八十巴仙吗 应该有吧 我说从这里跌吧 这里开始算起吧 七十巴仙 呵呵呵呵 所以如果 以太坊跟比特币 如果看利润比较多的话 一定是以太坊 但是风险最大的 也是以太坊 呵呵呵 好嘞 然后我就看 我在上上个视频讲他以太坊 在我的意料内会跌去两百五到两百六之间 我就把它设定为会跌到两百五 哦 如果现在做多的话我会亏 如果真的是下去的话完全不涨的话啦 啊 会输一个七十五巴仙左右 但是如果涨的话是一百五十巴仙左右 其实算到来也是一比二 但是他的那个巴仙率比起比特币就来的那个差距就更多 OK 然后如果他在这里形成一个V 很很有力的涨上去的话 我肯定是不会长辞啊 我肯定会在两万六两万五可能两万四的时候就开始分批出场了 好 好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然后 接下来是看笑话呢 还是看我赚钱的就敬请期待吧 然后我觉得 每次 你们有发现到吗 每一次大家都行市场最不好的时候哦 我们都跟着心情不好 然后我们不敢加进去 然后过后就形成了 啊 又再涨多一波 你想想看啊 之前我有经历过就是在这里的时候四万三 通常啊 人人是很奇怪哦 每次都是四四万以上好 大家追进去 哦 因为看到我以太坊涨到哎 四千 说你涨到四千 哦 大家有信心了哦 追上去然后哪里知道就跌 跌去 千八 跌去千八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 肯你肯定觉得没有希望了的 哪里知道他直接跟你形成一个 非常有力的 啊 WD 然后直接冲上去 然后冲上去的时候 你觉得哎呀 好像不对哦 啊 还是在 三千九的时候买进一买进的时候哦 又在跌 跌到这里 你又受不了 你又在出场 然后哪里知道破新高 你一出场他就马上又再形成一个V来破新高 哦 看到破新高了我 全部人在喊我 以太坊一定能破一万美金的时候你追进去哦 OK 你追进去嘛 形成这样子哦 我们能不能说哦就是当市场全部人都不看好的时候 全部韭菜都出场的时候我们就果断的进场 但是我们每次都不能果断的进场 所以这次我选择让自己勇敢一次就是让让我自己勇敢一次给他看他有没有机会上去如果他他没有机会上去的话 这里就很可能是结束了就会形成这样子 长久的 在下面 盘 这里是非常久差不多要两三年的时间哦 所以我会 非常谨慎在这里做单的时候我会非常谨慎为什么我会非常谨慎因为我不想我的资金被套两三年 如果这两三年 如果真的是最后一波了 形成这样两三年的话 我就要想一下我的资金 呃就是 不会影响到我两三年后的生活的钱我才会放进去 如果会影响我接下来两三年生活的钱我是不会放进去就是这样子 所以 每个人有的资金 都不一样每个人有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 呃 对你自己的 呃怎样讲的对你自己的 需求吧 你们自己的需求来做一个投资的决定会比较好 而不是说 呃为了这一次翻身 呃全部丢进去然后丢进去然后你知道已经是最后一波了 然后连毁都不毁了 你怎么办你的钱 然后接下来你两三年的日子怎么过 这个东西大家要去想一下 哎 好了 所以讲到这里 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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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